就是他每一天晚上都會選一隻狗狗 可以跟他一起睡覺 對對對 所以這是他每天跟狗狗之間 互動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他自己本身的公司 都有在招募一些人才 那如果說當然也很歡迎台灣的人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 其實大家很緊張 沒有 他想要在這邊呼籲大家說 下次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 請台灣粉絲們不要緊張 想好要問他什麼 希望跟他可以做對話溝通 新年快樂 就是 親愛人們 親愛人們 在家裡有很多人在家裡 我寧在睡覺 只要一隻狗狗狗 他說他平常跟狗狗 其實因為他的身分大家也知道 所以通常都是在家裡比較多 他就是會在家裡跟狗狗玩耍 但是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每一天晚上都會選一隻狗狗 可以跟他一起睡覺 對對對 所以這是他每天 對跟狗狗之間互動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那還有就是為什麼他這次會參加公益 是因為他希望就是 他畫的話能夠在台灣做一些貢獻 或者是可以回饋給台灣的粉絲們這樣子 啊 如果是Misterius 我們Misterius 他說 除了他的服飾品牌以外 還有他自己本身的公司 都有在招募一些人才 那如果說當然也很懷疑 台灣的人有信心的話也可以去 昨天也在台灣的活動 其實大家也緊張 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他要宣導一下台灣的粉絲一件事情 就是他昨天在別的地方有一個活動 那那個活動的地方是可以拍照 跟就是跟他拍照跟對話的 但是我們有問這些粉絲們說 你們有說什麼話想要對上上說 但是粉絲們都非常的緊張到 都會說沒有沒有 所以他想要在這邊呼籲大家說 下次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 請台灣粉絲們不要緊張 想好要問他什麼 希望跟他可以做對話的溝通 新年快樂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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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